社群大佐 Duncan 聲悟 影藏版的奇蹟影橋 是要怎麼樣使用 謝謝 大家好 我是P nat Ronny Wang 這一段閍 olhos如果大家現在想要看 因爲我剛才有把它掉在Twitter上面 所以在Twitter上面找Ronny Wang 就可以找到在 Țt ماforme的關節 然後我先講一下 就是Hirokus它是一個PAS 一個Platform as a Service 那如果不知道什麼是PAS的人 簡單的來說 它就是一個 你把程式推上去 然後你再直接執行 你就可以看到結果的一個平台 你把你寫好的PHP程式 一丟上去 然後你開個網頁看 你已經看得到你要的東西了 所以PAS的好處是 你不用去管安裝 你不用去管設定 你不用管你要用什麼Linux FreeBSD 用什麼作業系統 你要裝什麼套件 你要用的是什麼 用Alpha 7 還是Engine S 還是用什麼Light 完全都不用管 你只要把你的程式寫好 丟上去就好了 那麼Hiroku 好 因為我在寫這份Size的時候 才看到FAQ上面說 它其實正確念法叫Hiroku 然後 對不起 習慣了 所以請大家 如果那個很在意命名的人 請多多見諒 Hiroku呢 它是從2007年開始 然後最早是從Rails開始的 那 它是放在AWS上面 它所有東西都放AWS 放在美東上面 那放在AWS 美東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連線速度 大概從台灣連過去 約需要200mS 所以可能會造成說 你對台灣人來講 你東西丟上去 速度會有一點鈍 所以如果你在台灣想用的話 大部分是建議就是 你要寫一些不在乎Latency的服務 或者是說這東西 它可以反正背景慢慢執行的 就放上去 然後Hiroku有非常非常多的add-on 而且它add-on 大部分都有免費的試用方案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Hiroku的頁面上看看 然後Hiroku它要scale也非常的容易 它通常就是只要下一個指令 譬如說我想要把它今天是 我要一隻dino 它要dino dino我等一下會大概講一下它是什麼 譬如說我今天發現我一隻dino 我跑不動 就是人太多 那我可以很快 我下一個指令讓它變兩個 變四個 變八個 Hiroku也有提供postgrade SQL 可以讓你塞資料 那它也是有免費的方案 跟付費的方案 然後Hiroku它在你scale很小的時候 它是免費的 但是當你scale變大的時候 它就會要錢 而且會越要越多 所以通常就是建議說 你startup公司 假如想用 你可以放上去 然後但是當你scale 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建議你趕快把它搬出來 那Hiroku呢它是 它服務是放在它的stake上面 那它stake之前是有一個叫什麼ASPEN 然後Bumbu 然後現在全部統一 全部都SEDAC 那前面兩個它是最早 它成立的時候所弄出來的 只有支援rails 然後一直到SEDA才有 SEDA有支援這邊列出來的語言 包括它當初主打有支援Java 有支援 Node.js 有支援Python 但是它沒有寫它有支援PHP 因為它有支援PHP是在去年 2011年9月15號的時候 那時候Facebook公佈的 而不是Hiroku公佈的 Facebook那個時候它公佈了 它跟Hiroku做一個合作 就是你可以在Hiroku上面 開發Facebook的APP 然後如果你要選擇開發PHP的話 你要去Facebook的後台 然後到那邊選說 我要建議一個新的Hiroku APP 然後我要選的語言是PHP 只有在這個地方才看得到PHP三個字 然後那個 接下來講一下 Hiroku它的計費方式都是用Dino 那Dino是什麼東西 在Hiroku裡面 它所有的就是跑process 都是用以Dino為單位 例如說它今天處理Web 它是用 它是跑一個Dino起來 然後在那邊接Request 然後把它產生出 噴出頁面出來 然後它也有支援Walker跟Quant 然後這些Walker跟Quant 也各自都是一個Dino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 你發現一個Walker不夠 你也可以把Walker的數量再提升 就變成兩個Dino或四個Dino 然後Hiroku也允許你去遠端執行一些Script 那你在做執行的動作的時候 它執行起來就是一個Dino Hiroku它的計費方式 最主要計費方式就是 它一個Dino 然後一個小時的費用是0.05美金 所以相當於是 如果你把一個Dino 然後跑一整個月 它的費用是差不多一千元台幣 但是它提供每一個App 就是每一個Project 它一個月有750個小時的免費 那一個月其實是720個小時 等於說你只要用最基本的方案 在上面跑一個基本 就只有一個Web 沒有Walker沒有Quant 然後跑上去你至少你還可以 720個小時過完後 你還有30個小時免費 你可以拿這30個小時做一些 例如說你要跑Script 把你的環境 把Diabase建起來 你要跑一些Quant 你要跑什麼都還可以在免費範圍內 如果要使用Hiroku的話 你可以先上它的HirokuTourbet的網頁上面 它可以抓下來一個Script 這個Script 就是讓你對Hiroku做一些操作 例如說你可以拿來建專案 你可以拿來Git管理 然後它除了支援Mac 支援Linux以外 它上面也有Windows的支援 所以如果是使用Windows開發的人也可以使用 當你裝了HirokuTourbet之後 第一件事情你要做HirokuLogin HirokuLogin 把你的Hiroku帳號密碼輸入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 如果你要建專案的話 Hiroku的網頁上是完全找不到地方 可以讓你建專案的 你一定要透過HirokuTourbet來做 那要做的話也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在能下指令的地方打個HirokuCreate 然後你就會看到 它就會下面有訊息告訴你說 你建出來的那個專案名稱 那它的預設會噴給你一個 隨機產生的專案名稱 就是一個名詞名詞 然後一個隨機的數字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數字的話 你之後隨時隨地可以上它的網頁去做修改 所以你的專案名稱 建出來是長這個樣子之後 你的網頁預設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的專案名稱.HirokuApp.com 然後這邊是它的GitRepository 你只要把你的程式碼推上去這邊 你推上線上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的程式了 所以如果你要開發PHP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 你隨便加個 index.php 它的首頁是認 index.php的 然後我裡面只要用最簡單的 那個PHP程式 然後我再用Git把 我剛剛寫的這個 HoloWorld index.php 把它扛密進去 它給我的那個 GitRepository的位置 然後推上去 那推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跟平常推記號不太一樣 它可能 下面會噴了一堆訊息 說 它的 它發現到有 index.php的時候 它就知道這是PHP App 然後它會把 Apache跑起來 然後跑上去之後 OK 那麼你就可以看 你進到這邊來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網頁的結果 已經出來了 然後Hiroku 它的Hiroku Toolbet 有提供了Hiroku Logs的功能 很方便 就是你只要在 輸入指令Hiroku Logs 然後你可以看到 你最近你的這個App服務 所有的Log 包括Access Log 例如說 最近有哪些人存取 然後或者是 你PHP有噴任何Warning 噴任何Arrow 你在這個地方都看得到 那對於我們在 匹克幫工作四年之後 我真的覺得 看Logs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因為像 尤其是 你可能有時候Arrow Log 那是一定要處理的 但是像Warning Log 如果你不處理 今天的Warning 可能就是明天的Arrow 你今天 你不解決它 明天你可能就會被它幹掉 然後再來講一下 Hiroku提供的PostgreSQL 你可以到這個網頁 HTBS PostgreSQL Hiroku.com 然後上面可以看到 它所提供的各種 它有DB的方案 它有提供兩種DB 一個叫做StarterDatabase StarterDatabase的話是 它所開出來的Database 是所有專案 可以Share的 然後它有提供免費的 免費的方案是 你可以在裡面 塞10K的Row 那其實這個方案 是8月16號才出來的 在8月16號之前 它提供的免費是5MB 然後 但是它好像沒有很嚴格 因為我之前玩 我塞到了900MB 它還沒有收我錢 然後它現在的方案是 免費的話你是可以塞10K 我還沒有試過塞滿10K 它會不會真的 就是不讓你繼續塞下去 或者是它有另外一個 叫Basic Plan 就是如果你想要塞的東西 超過10K 你又怕的可能 它會阻止你再繼續塞 它的費用收法是 一個月9塊錢美金 然後你總共可以塞 10M個Row 就是1000萬個Row 那除此以外 它還有提供更 穩定度更高的 Production Database 它的Database的方案 價差是看說 它的Database的 Catch 容量有差多少 例如說 它這邊有 從400MB到68GB的Catch 然後費用的話 就是從 50元美金一個月 到6400元美金一個月 不等 那它的Size 都是最多 你可以存到1TB的量 然後Hiroku的話 它可以用 Hiroku Configure的指令 你可以看到說 對於你的這個App裡面 你設定了一些 什麼樣的環境變數 或者是 你裝了一些特定的App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設好設定 例如說 我裝了PostgreSQL的App 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 預設就會跑出來 Database URL 跟Share database URL 然後它把 它所跑起來的 PostgreSQL的一些帳號 密碼 它的DB跑在哪裡 然後Database名稱 都在這邊出現 因此 如果你拿到 這個Hiroku Configure的資訊 你就可以用 PHP的 getEV這個方式 然後把它取出來 然後 你可以把它裡面的 帳號密碼 所有東西擷取出來 再用 PHP內建 PHP所提供的 PG Connect 這個PostgreSQL連線 然後你把 所擷取出來的 各項資訊 一個一個塞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 就可以開始使用它的 PostgreSQL 那麼這一段程式嘛 因為我們 PeaceNet有開發一個 Peace Framework 就是PHP的一個 NBC的 Fremwork 那這段程式 我們有放在 我們Github的 PeaceNet帳號下面的 Peace Framework Hiroku的 這個Repository裡面 然後Hiroku它還有一個 Hiroku Run這個指令 它Hiroku Run就是 允許你可以在遠端 去執行Script 然後當你去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跑起來一個Dino 然後去做那件事情 那做完之後 Dino就會死掉 然後費用的話 它是說 就是以一個小時來計費 然後這邊再講一個 算是 如果你在Hiroku上面 開發PHP的時候 需要的一個奇蹟 就是你可以在 因為Hiroku 它跑PHP的時候 它是另外指定的 這個LDLibraryPace的 那個位置 然後如果你 直接Hiroku Run 遠端執行PHP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說 缺少了很多Library 因為它Library 放在這個位置 但是它沒有把它放在 它的PHP設定檔中 所以當 如果你會需要用到 Hiroku Run PHP的時候 只要你在你的專案 下一次 Config Set 然後LDLibraryPace 把這兩個位置放進去 那麼之後你就可以用 Hiroku Run 然後 我後面給參數是 我要 它的PHP Binary 是放在 那個自己 它加目錄下面的PHP 然後你只要後面 你的Script 放在這個地方 它就會幫你 遠端把你的Script 執行起來 因此 如果你是想要 開發一些APP 然後你需要 第一次你要建Create Table 你要做一些處理 或者是 你有時候 你想要做一些 類似Worker的事情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這種方法處理 像 第一次開發APP 你把一些Create Table的動作 然後你寫在一個Script裡面 推上去 然後推上去之後 你用Hiroku Run 然後執行 你的Create Table 你的PHP 它就會在遠端 幫你把所有東西建好 然後如果你今天 你想要做Auto Table 想要做什麼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解決 然後Hiroku 它還有提供一個 Hiroku Schedule 它就是它的Quang的功能 如果你有一些動作 你需要它定時來做的話 你就可以用它這個功能 它提供了 日常跟10分鐘的單位 就是如果我有些動作 我想要讓它10分鐘跑一次 我想要一小時跑一次 我想要一天跑一次 我在這邊都可以設定 像是我今天做 我自己有玩一個服務 因為像最近iTunes Store 它出了台灣版 但是我發現它沒有一個更新通知 就是有什麼新電影上線 那我就自己寫一個APP 我讓它每一個小時 它會去排一次iTunes Store的網頁 然後幫我去找它有沒有新的電影出來 那我這部分 我就是用Hiroku Schedule來做 Hiroku Schedule它好像沒有辦法 用Hiroku Toolbet的指令來去設定 所以你要去進到你的APP裡面 然後它的有個讓你新增add-on的地方 你可以找到 然後找到之後 你會看到這樣的網頁 讓你設定 你可以自己設定說 你要你frequency要hourly還是要daily 還是要每10分鐘為單位 然後它會告訴你說 它上一次執行是什麼時候 它預計下一次執行會是什麼時候 然後這邊是它會執行的script的名稱 因此你只要在那個script 要執行的script名稱的地方做修改 然後把它改成波浪斜線並PHP 然後波浪TripleW斜線 然後這邊是你的 你裡面crime所放在你專案的位置的地方 譬如說我把crime.php我裡面寫好 然後我把它放在我repressure的根目錄上面 那我這樣丟上去 然後我在網頁上把它指令它是一小時 那麼Hiroku就會幫我每一個小時 幫我去執行一次這個礦點PHP 把裡面的事情做好 然後Hiroku它也有提供Walker Walker跟礦不一樣的是 Walker是它在那邊一直待命 然後等事情來做 例如說我今天要做個APP 是它可能需要同步一些訊息到Facebook的圖牙牆 但是我不希望是使用者做完操作之後 它要等我的這邊PHP程式送到Facebook 然後Facebook回傳成功之後 然後User才看到成功 我希望的是 User把訊息丟到我的PHP程式 然後一丟完 然後User馬上就收到成功 然後我這邊再透過背景 去讓Walker在背景 慢慢地把它傳上去 那Hiroku如果你要用Walker的話 你就必須要在你的專案裡面 加一個ProcFile這個檔案 那它的大小寫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字P一定要是大寫 然後你只要在裡面加上Walker冒號 Walker這個其實是一個算它的Label名稱 所以這個你可以自己修改 但我們通常就是群名叫Walker 然後我只要在冒號後面 也是跟剛剛Quant或者是跟做Hiroku Run一樣 我只要給一個Script的名稱 像我的Walker我放在Walker.php 然後我這樣給 然後我把它Commit的Push上去 接下來我還要做個步驟 就是我要用Hiroku2abit 我要下這個指令 Hiroku然後PSScaleWalker等於N 那個N是你自己指定的數字 譬如說從1開始 它預設是0 所以它不會跑任何Walker起來 當我用HirokuPSScaleWalker等於N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跑起來 一隻Walker在那邊就開始跑 然後它看你的Walker怎麼寫 然後它會做一些事情 然後當你用剛剛做完那個動作之後 然後你打HirokuPS 然後它就會噴出這些訊息來 第一個是你的Web 這是你的Web的Dino 它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WebDino已經跑起來多久了 那它這個 我印象中它的Dino是 跑了約10分鐘之後 它Dino就會變Idle狀態 然後就會死掉 但是不會影響到說 你User看你的頁面 因為它會 之後再有User看你的頁面的時候 它就會跑一隻新的Dino起來 然後來處理 所以當你的頁面很久沒有人看的時候 你突然再去看它 你會發現它速度會 第一次看會比較久 然後再接下來就會速度會很快 因為它會 要重跑一次Dino起來 需要花點時間 但是它 Dino在Idle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收你的錢 所以這也算是Hiroku要賺錢的方法 就是它有一堆 它根本沒有跑起來 但它還是收你的錢 然後這邊 除了Web以外 還會看得到Walker 如果它的Walker 當Walker跑到結束的時候 它就 它預設它會重試一次 就是你的Walker要是不是正常結束 它就會把你的Walker再重新跑起來一次 那再一次死掉之後 如果也沒有正常結束 它接下來 我看它的文件上是說 它會等十分鐘之後再重跑一次 但是我之前試了它半個小時都沒重跑 所以感覺你期待它的Walker重跑是不太可行的 你可以用HirokuLogs 然後用-P這個參數 然後看你的Walker有沒有產生一些訊息 例如說你進去裡面HirokuLogs 然後-P,Walker-T -T的話它是有點相當於是 Unit上面的Tail-F 它就是 它印出Log的時候 它不斷地把最新的Log持續地噴出來 所以當你在跑 無論是看Web服務或是看Walker服務時 你都可以使用-T 然後讓它開在那邊 然後隨時看有沒有新的訊息 新的Request進來 然後當你跑完Walker的時候 你會看到 它大概會有這樣的訊息 例如說你的Walker 你的Walker死掉的時候 它收到了那個Signal Turn 或者是幹嘛 然後它又開始又重新跑起來之類的 然後像剛剛講的說 因為Hiroku 它遇到你的Walker死掉的時候 它可能 十分鐘 它從事一次 再發現它還是起步來 它就會死掉 然後你的Walker可能就失效 那這邊會建議說 如果你真的要Walker的話 你Walker的地方 你就不要直接寫 那個 波浪病PHP 然後波浪病Walker 你用壞要觸把它包起來 讓你PHP死掉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 用無窮回圈 然後它睡一秒鐘 又重新跑一隻新的起來 那這樣做其實有很多好處 因為PHP 有些你用的Library 可能它有些Memory Leak的問題 那像我們Peace內自己的做法是 我們一個Walker 它跑了一百個Job之後 我們就故意讓它強制死掉 因為我們有讓它用Walker的方法 把它讓它 當它死掉 它就會跑一隻新的 那這樣你就完全不用CareMemory Leak 不用Care說 那個 有些 就是跑太久 然後它吃太多資源 那這個Procify的範例的話 也是可以在 我們Github上面的 Peaceful Worker Hiroku 這reporture裡面看到 然後 Hiroku有非常多的add-on 那我這邊就舉一個 會比較常用的 像 它有一個Custom Domain的 那個add-on 因為它預設給你的是 你的project name.hirokuapp.com 這個網址 但是通常自己家網站的人 很不希望說我的網址 有一個人家的名字 我很希望 我自己買一個.com 買一個.tw網址 我的服務就要跑在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用 Custom Domain這個app 那以前Custom Domain的app 你要額外安裝 然後現在它不需要額外安裝 它現在預設就是 你的app只要有 它就會 它就有這功能 你只要用 Hiroku2obet的功能 用Hiroku然後DomainAdd 然後 你後面加上 你這個服務要的網址 然後你只要去 這個網址的設定上 把它CNAME到 你Hiroku的那個 原來的那個網址 就是 xx.hirokuapp.com 那只要這樣加好後 我之後用這個網址 我就可以看到 我Hirokuapp的結果 然後Hiroku它也有提供 MainCache的add-on 就是讓你可以在 Hiroku上面使用MainCache 然後它給你空間 因為有些人 他可能服務會希望 他有MainCache 拿來當作它的session 拿來存它的session 或是存一些暫存的東西 因為Hiroku它本身 沒有Temp資料夾 就是它沒有斜線Temp 沒有斜線ValTemp 所以你無法在Local塞東西 因為它這樣的想法 也是因為它 可能一個網頁 它會跑在好幾個Dino 那每個Dino 其實有點算是在 不同的機器上面 如果你今天把資料寫在 斜線Temp 可能你重新整理的時候 下一個request 就看不到你的斜線Temp 所以會盡量建議說 你有Cache的話 不是塞到Diabase裡 就是塞到它的MainCache 它所提供的MainCache 是有需要認證的 它是用SASL認證 那MainCache SASL 目前的那個PECL MainCache第一要最新版 才有支援 但是HeroKu所提供的 其實PHG它是沒有提供到的 然後它MainCache的收費方案 是這個樣子 就是5MB的話 是不用錢的 那5MB如果你跑一個小服務 然後只是拿來純純Session 其實應該是夠用 那如果不夠用的話 它接下來的價錢 如果是100MB的話 每個月是20塊美金 然後當你如果裝了 MainCache這個APP之後 你去打HeroKuConfig 你會看到 它會自動幫你 把這MainCache的一些連線資訊 然後塞進 在HeroConfig就可以看到 例如說它的密碼是什麼 它的Server在哪一台 然後它的帳號是用什麼 所以我這邊 我自己有寫一個 那個PHG MainCache SASL 它的那個用法 跟MainCache是一模一樣 就是PHG 那個MainCache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它多一個SASL 所以你要用的時候 你只要把HeroKu 給你的MainCache Server 然後Port 然後UserNate Password給它 接下來你就可以拿來 當作一般MainCache再使用 然後 因為我們 PeaceNet自己有開發一個 MVC的Firmwork 叫PeaceFirmwork 然後它也可以很方便的 在HeroKu上面使用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這兩個網址 第一個網址 是我們的那個就是官方網站 第二個網址 就是目前你可以到上面 Github上面把PeaceFirmwork 然後我們可以把HeroKu 完整地抓下來 然後這邊大概是 我們PeaceFirmwork 放在HeroKu上的資料夾 資料夾結構 它主程式都是放在 像Inite AndIcAndPHP 它裡面做的就是 把HeroKu的一些環境變數設定 把它直接為給PeaceFirmwork使用 然後Git Ignore 就是給Git用的 它就是可以 因為我們會允許可以做一些個人化設定 然後那些東西是希望 不要被傳到Git上面 然後PeaceFirmwork 你可以把PeaceFirmwork抓下來之後 然後整個完整的 整包丟到這個資料夾下面 然後並且把你的Model 放到這個資料夾下 然後如果你要跑Web服務的話 你可以加 快結束了這最後一頁 那個你可以加.hts 然後它 hts的範例可以到那個 這裡面可以找到 它就是把所有的 都會導到Index.PHG裡面 讓它來處理 你就可以把你的 你就可以 把PeaceFirmwork抓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網頁 然後Control和View都放在這裡 如果你要用Walker 想要用Quang 想要用Script的話 這裡面也有給Quang跟Walker的範例 還有給一個Promote的範例 就是我們PeaceFirmwork所提供的 讓你用命令提示資源的形式 然後對PHP做一些操作 例如說 你今天你用PeaceFirmwork 要開發網頁的時候 你可以用Hiroku Run 然後去執行Promote.php 這邊少寫一個.php 然後接下來 你這樣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大語大語 讓你可以在這裡面 做任何PHP的操作 那假如說你在PeaceFirmwork裡面 寫一個User Table 你寫把schema寫進去裡面 那你這時候只要用User 冒號冒號 那PaceFirmwork就會依照你的Table Schema 幫你把你的Table給弄出來 所以像目前 PaceFirmwork沒有提供像Rails一樣的 Migration之類的服務 那如果你要建一些Table 然後你又懶得下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下SQL Query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形式 幫你在遠端建好 然後你的服務就可以開始寫 然後另外我們目前有在增 PHP的工程師 或者是Android iPhone的工程師 如果有興趣想要來參加我們PaceNet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攤位來 那請問一下大家有任何問題嗎 請問大家有問題嗎 那沒有的話 我問一個不太相關的問題 就是那個 我印象中Hiroku有的 他們的Programmer 都會Contribute一些東西 到他們用過的Project上 但是他整個環境本身有Open Source嗎 他整個環境 像他的那個 像剛剛講的Stake 好像據說他Stake 是有把整個Image丟出來 就是你可以把他的Stake拿出來 然後可以自己跑起來 一個一樣的環境 然後可以在上面做開發測試 然後他整個Load Balance的機制 我之前也聽人家說 好像有Open Source 但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去找 所以 雖然有也沒有一個很完整的 就是說我可以download一包 然後我就可以build up 自己build up一個環境在家裡 這樣用的 你是要build完整的Piwork 沒有我只是 自己建一個Piwork 對 應該是沒有 對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那沒有的話 我們就非常謝謝Rony跟我們分享的 這麼多的使用的經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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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